在最近的蒙比利哀冠军赛中 林高远与杜达的比赛引起了广泛关注 经过激烈的角逐 林高远最终以1比3的比分遗憾失利 对于这场比赛的失利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总结 一 执行技战术不坚决 在比赛中 林高远的技战术执行显得不够坚决 特别是在揭发球环节 他选择了拧拉的方式 然而这种战术被对方杜达抓住机会 连续两个失误后 林高远明显出现了犹豫和退缩的情况 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在面对困难时 应当保持技战术的坚定执行 而林高远在这一方面显然做得不够好 二 对手发挥出色 不可否认的是 杜达在今天的比赛中发挥得非常出色 他的稳定发挥和精准的技战术运用 是林高远失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作为一名优秀的运动员 杜达展现出了强大的竞技状态和心理素质 在关键时刻总能保持冷静 并准确执行自己的技战术 三 关键比分办法少 在比赛的关键时刻 林高远显得办法不多 比如在10比8的盘点时刻 他未能把握住机会 连续出现失误 最终被对方翻盘两局 这不仅仅是对个人技术的考验 更是对心理和战术运用的综合考验 在关键时刻 林高远需要更加冷静地分析 对手的技战术特点 并采取更加有效的应对策略 虽然林高远在这场比赛中 未能取得胜利 并非全无亮点 在未来的比赛中 他需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不断提高自己的技战术水平和心理素质 同时 他也需要更加坚定地执行自己的技战术 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长 作为观众和球迷 我们相信 林高远在未来的比赛中 一定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 小林将军加油